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日前發生了一些比較搞笑 而且對於台灣島來說是比較尷尬的事件 就是解放軍弄鬼蔡英文 蔡英文直播是直播 要鼓勵台軍的時候 結果解放軍亂入 直接叫他收檔 沒錯 搞到蔡英文臉都青了 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第二件事就是台灣一個人叫上教 坐F-16戰鬥機 很興奮 興奮自拍 然後 不小心 把機上的秘密 全部都曝光了 咦 這麼大件事 美軍應該震老 整件事又是怎樣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都知道 台灣島裏有很多很搞笑 而且很不適當的東西 經常傳出 經常都是由蔡英文去搞出來 根據台灣的報導 在9號的時候 民進黨當局的領導人 蔡婆 蔡英文 去了高雄 要勉勵一些他們南部駐軍 然後去了他們空管的指揮部 和作戰中心 向台軍的飛行人員 跟他聊天 通話 慰勞 報道裏面就說 哎呀 想不到 通話裏面那裏 竟然間被解放軍亂入 然後 就叫他收檔 甚至乎叫蔡英文離開台灣 是 沒錯 說得這麼主 是 在這件事 出來之後 他旁邊有一個叫做 戰管單位的 軍官 立刻上前 關了頻道 跟著蔡英文是 尷尬一點 再說過 當然啦 你不知道他說的東西 是不是老 因為我發現他們的對答 是沒有什麼交集的 蔡英文有蔡英文說 然後 然後 貌似錄音 或通話內容裏面 那邊有那邊的說 不知道 不知道 好像沒有什麼交集 OK 然後 台灣那邊就說 那個是 厲害的 那個戰管 因為很多的頻道 聽到很遠 所以就聽到解放軍說話 但解放軍說話 是可以這麼有針對性 嗯 嗯 那麼 解放軍說話 為什麼又好像知道 他們有問題 叫他 即是 彈開收檔 究竟是 解放軍聽到他們說話 還是他們聽到解放軍說話 哈哈 報道怎麼說呢 報道說 蔡英文 在9號上午就去了台灣那邊的台灣 台軍的指揮南部區域那些中心 和陸軍第八軍團的指揮部那裡 聽取他們部隊裡面相關的任務簡介 還和空軍和那些什麼導彈連的連長 就做軍備對話 然後就說 沒想到在對話的時候 竟然間被解放軍亂入 然後就搞到他們的軍官很緊張 蔡英文也很尷尬 然後又是繼續去 再通話等等 但是 他們的內容是怎樣呢 我可以和大家講講 首先 首先 這個蔡英文 一開始和這個非行人員 即是和台灣非行人員對話的時候 他說 麻煩 我是蔡英文口腫面腫 什麼都腫 肥腫 OK 難分 然後他說 請確認空軍的空戰 戰備執行情況 他當然不是回答這些 然後 突然間被解放軍聯入 他要確認的情況 他是蔡英文 然後解放軍怎麼說 解放軍說 請注意 我們現在說的是 中國的 空軍 你們已經 在我們國家的領土範圍裡面 你啊 蔡英文啊 你啊 嚴重侵犯 我們現在我國主權 因為你 這個是根尾狗來的 然後叫他 他 即刻彈開 離開我們中國 聽到這個聲音之後呢 旁邊的軍官 即刻 關閉了那個對話內容 那個對話 蔡英文 只是可以露出一個 非常尷尬的 微笑 然後就繼續去 即是 假裝聊天 不知道聊天 但這是直播來的 怎麼辦呢 有沒有發脾氣 有沒有假裝沒事發生過 唯有 一小姐三醜 是吧 真是很醜的 陰公豬 他們說 那個是緊急頻道來的 不會關閉的 那 當時 蔡婆呢 又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就出現了 所以那些聲音 即是裡面的聲音 自然會聽到的 即是 沒有辦法了 緊急事件來的 OK 就是緊急叫你收檔 你還說這麼多話 是吧 不過呢 這件事 在島內那邊 在島內那邊 其實 島內的網友 島內的居民 就認為 蔡英文你這次丟架 丟死 你 你臉都青了 綠了 青了 大佬 唉 這些就是做show 但做show 是做到過了龍 現在就糟糕了 所以 都好 即是 都 無 無辦法 太7 太醜了 我不知道 日後 就是蔡英文 還夠不夠膽 走過去 做些對話 或者 做這些對話的時間 夠不夠膽直播 還是要自己做六波 然後還要是官方途徑發放 即是包武死 這件事 OK 不知道他了 但我也很希望可以見到蔡英文快點滾出台灣 不要再在我們中國境內那裏繼續生活 即是 我們 不是很歡迎這些這樣的托刀人士 OK 那你見到啦 即是蔡英文這麼聰明 聰明到沒得頂 他那個樣子的人說他是豬樣 那麼聰明 那他陷下的台軍有多聰明 大家知道 如果他真的聰明 就不會讓這件事發生 是吧 那怎麼辦 台灣的空軍 上校 哼 好像 即是前世未坐過飛機那樣 跟著就在他機艙裏面自拍 但是他自拍還自拍 他又 不 不做回少許事 即是打回馬賽克 博格 做回各方面的東西 遮住一些重要東西 重要的機密資料 他自拍就洩露了這個F-16戰鬥機的細節 甚至乎有些人說他是洩露機密 台灣空軍一個上校架了F-16戰鬥機的時候 他在他自己的機艙裏面 即是坐下了 然後穿了整套軍備 然後就自拍 帶上電話上去 然後他那個頭盔的鏡面 很清晰地反射到上面的F-16戰鬥機的儀表表 他更加拍攝了很多 多張的叫做遼機 即是他們旁邊的輔助機 台灣空軍司令部也證實 涉事姓女的上校違反了一個規定 除了被記 少過兩次之外 還調離原有單位 現在已經不是主管級的職位 即是怎樣 降職 但是 蔡婆做了這麼多措施 為何不要降蔡婆職 台灣這麼不公平 台灣真的這麼不公平 沒辦法 你看台灣的法例 你會知道 台灣的新聞報導說 姓女的上校 駕駛F-16戰鬥機的時候 違規攝影 頭盔裡面的灰面罩 就是在機艙裡自拍 頭盔也清晰地反映了手機 儀表板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結果是令一些人先投訴 投訴的民眾就說 任何儀表板上的操作 一般來說 都不可以讓市民大眾知道 或者其他人是知道的 這一類的動作 其實是有點像 洩露一個軍事機密的感覺 遺憶版上面也有一個抬頭的顯示器 說可以洩露到參數 就可以掌握到那些 叫做 那架軍機的性能 同一時間 飛行人員還拍攝了幾張 叫做 遼基的編號 而這件事也是暴露了 戰機的地區 到底在哪裏 這些暴露戰區的事情 其實在烏克蘭那邊是發生過的 他們是因為有些人貪玩 然後就暴露了他們的軍事戰區 當時暴露的軍事戰區 就是他們的導彈儲存庫 所以俄羅斯的軍方 才可以一兩顆導彈 就炸了他們的導彈儲存庫 搞到他們沒有彈藥用 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次洩露軍區這件事 其實如果解放軍想 真的想要武統台灣的話 一顆導彈就搞定他們所有的戰鬥機 沒有飛機可以再飛 即是會怎樣做呢 即是他們只能夠捱彈 當然武統是我們最後一個手段 沒甚麼特別的情況都不會用 有些台灣的民眾投訴的時候 亦都說當執行任務的時候 飛行員是不可以戴手機的 我都在想 我們自己上一些民用的客機上 即是你要起飛降落的時間 即是現在可能先進了 但問題是 都說最好教飛行模式 你都最好不要影響到 一些電子通訊的設備 或者影響飛機的操作 然後有些投訴的民眾都說 你不要在飛機上玩手機 你在上面自拍做甚麼也 這些是非常誇張的一個錯誤行為 報導裡面亦都說 按照規定 入了軍營之後 都會用一個叫做MDM的 智慧型手機自動化管理系統 就是藍牙 定位 前後鏡頭 都會全部自動上鎖 沒有提出申請之前 是不可以進行拍攝的 可能他提出了申請 即是怎樣 他在自己面前申請 然後他自己秒速可以批核 畢竟他也是軍官 可能他有這個批核的權利 他便自己申請 自己批核 自己拍攝 自己放上網 自己放上網 很簡單 台灣的空軍司令部也有回應 就說 這個女上教 即性女上教 違反了他們的規定 被寄少過兩次 調離單位 已經不是主管的職位 這樣 對於這件事 其實 很多台灣島內民眾 都說 懲罰太過草出 花費的錢 就是民眾納稅的錢 一架戰鬥機 要起飛 所消耗的不僅是 他的人力 還有燃料費 還有地勤人員 所有辛苦的血汗 那是否這樣就可以 搞定呢 那就可以叫做 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好像台灣島島內的居民 都不是那麼滿意 還有 其實他們說得很對 你們搞這麼多軍事事 所花費的錢 全部都是民眾的血汗錢 他們的稅金 那為甚麼 不回歸我們國家去管理 由我們解放軍去做主導呢 那你們這些叫做軍費 就由我們中央去負擔 他們 即是台灣島裡面的民眾的安全 就由我們解放軍去負責 老實實 大家知道現在 在世界上面 可以對抗北約整個西方國家的 軍備的國家 是剩下多少個 或者只有多少個 是不是 當然 現在整個北約和俄羅斯 打到真的 他們自己都沒有甚麼軍備 那 他們如果真的要搞我們中國的話 我相信 或者搞其他國家的話 或者搞整個地球的話 我相信 能夠抵抗的只有我們中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